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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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栏目 但是如果去到四五岁 有时候有些人会突然多了非蚊 这个情况有时候我们可以用激光治疗去医 其实这个情况是什么事呢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眼睛里面 那个啫喱状的玻璃体 因为随着年纪 玻璃体会随着年纪液化 当液化到某程度的时候 玻璃体就会出现一个收缩现象 当它收缩的时候 就形成一个叫做后玻璃体脱离 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 很多时候眼里面的玻璃体 就会出现一些比较明显的残渣 这幅图就给大家看看 这幅图其实就是一个病人 出现了一个急性非蚊多了的情况 临床诊断就会见到玻璃体里面 就会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一类的残渣 就是一个叫做后玻璃体脱离的情况 如果出现一个后玻璃体脱离 除了非蚊会增加之外 其实最重要就是要眼科医生 详细看清楚那个是膜的状况 因为很多时候当玻璃体收缩的时候 最怕是肾膜受到拉扯 而出现肾膜的裂合 这样就有机会出现肾膜脱落 所以如果医生查过肾膜是没有事的 纯粹剩下这些所谓残渣 而又导致一个比较视觉上 滋扰性比较严重的非蚊的话 近这两年其实就有一些激光治疗 而这一类的激光治疗 这个性质就是用一些激光 将这些比较大旧的残渣 用一些激光的方法就烧掉 效果就是可以有效地 将这些比较明显的残渣烧掉 非蚊就会少了很多 一般进行这些非蚊溶解的激光手术 安全性也很高 一般也只需要各部麻醉的情况下进行 时间一般都是10至20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完成了 但如果出现一些非蚊 也不是所有有这样的情况的病人 都适合激光的 因为医生要筛选一些适合的病人做 条件包括什么呢 第一就是这些渣一定要有这么大 第二就是这些渣的位置 它就不能太贴近视网膜 也不能太贴近晶体 不然就担心会出现一些 所谓视网膜受损 视网膜出现裂痕 和精体受损而出现白内障病发症的可能性 所以最好如果出现这些情况 被医生检查清楚 看看在适合的病人身上 是可以有效地用一个激光 去减少非蚊的情况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